和全世界很多经济系学生一样 我大一用的是哈佛教授曼昆的经济教材 最早是为哈佛1抗01经济学原理这堂课开发的 后来在全世界广泛使用 他从供应和需求互动的理论讲起 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为易懂的公式和线条 1抗01也一直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 今年有461位同学听课 可是最近两年 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经济学入门课 开始走红哈佛校园 1抗1152是经济系教授Raj Chetty开创的 全名是用大数据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 今年就有375名同学选修 1抗1152的全部课程都在YouTube上可以观看 出于好奇我就看了第一堂课 如果说1抗01的目的是用理论 自上而下的解释经济社会的运作方式 1抗1152更像是一门临床医学课程 通过大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描述经济社会的运作现状 寻求例如贫富差距 环境司法等等领域的问题症结和解决方式 第一讲讲的是美国梦和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Raj老师通过数据说明小朋友出生和长大的城市和区域 对他们未来的收入有很大影响 然后他用地方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 居住小区人种的多样化程度 甚至是否是单亲家庭来解释这些差别 进而发展出如何能够给每一个人平等机会的政策建议 当然这些方法和理论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很多大学的公共经济课也是这样教授的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也一直在实践 可是我是到了大四时才有机会选修这样的冷门课程 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金融理论这样更有卖点的课程 而ECON1152是面向大一新生的 作为基本功推出 我相信如果同学最初接触的不是如何画ISLM曲线图 而是实际的社会问题会给新一代的经济学毕业生 非常不一样的世界观 这种讲究数据和证据的研究方式走红 一方面是因为公共和商业数据的丰富性及准确性 在过去30年来大大提高 另一方面是川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和反精英主义抬头 让Rochetti这样的经济学家意识到 再这样下去美国精英也很难独善其身 传统经济学家习惯性的嘲笑贸易保护主义的愚蠢 因为他们的整个教育工作和生活经历里 都没有碰到过就业下等医疗等等问题 但是川普的选民有 他们会报复性的投票 甚至渴望推到一切重来 ECON1152是哈佛大学的一种反思和调整 不知道北大和清华会不会也齐头并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